而不是只有能夠判到兩種,合格不合格 其實假設我們有的時候可能會判斷的是比較多重的 像是這個成績裡面,及格不及格這兩重 條件的話也許是,如果大於等於60分的話那是及格 那不及格就是60分以下 可是呢,現在假設說像大學裡面,條件可能會分成四個 不是合格不合格,是A,B,C,D D的話也是不及格,可是及格的話又多分成A,B,C,三種 80分以上是A,然後再來70分以上到80分是B 再來C的話是那個70分到60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邏輯函數 我們先把剛剛那一題也許先關起來 然後再開啟邏輯函數這個練習題 那我們直接用那個練習題來講,會比較直接 有些說講理論沒有具體的東西,其實會很抽象 所以與其這樣導步,我們先做過,再跟你講為什麼 有時候你可能會反而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然有時候你買書回來自己看 說真的,電腦書自己看能夠看得懂還真厲害 因為太抽象了吧,很多東西你怎麼看得下去 一定還是要動手做啦 這種東西其實最重要還是要一邊做一邊學 而且其實電腦書,我覺得反而一定要有畫面 你沒有畫面,你用文字敘述太抽象了 比如像剛剛那東西,如果我全部都用文字敘述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實際帶 真的中間一定會有很多地方,你可能會缺的 那邏輯部分的話,其實主要比較重要就是 當然就是不外乎就是True跟False 就剛剛那個,另外還有就是說多重的 再來就是連擊、交集 所謂的連擊就是條件不只一個,可能有兩個 OK,或者是連擊裡面也有交集 更複雜的那個邏輯判斷 那這個部分,等下已經看了 該這麼久,先把這個先關一下 再開一下那個邏輯 好,那請各位一樣切到F F,先切F F部分的話呢 綜合評定,如果我要判斷 平均成績 是不是合格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太大了 我還是把那個畫面稍微放大一下 這樣配合那個 因為我們這個投影機的解析度 是真的 有些傷症沒辦法放大 可以放大,我把它放大 但沒辦法放大 可能就好 也許你們有些畫面就先看講述 那重合評定的話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游標放在F2 插入函數呢 接下來呢 我們用那個 邏輯 邏輯裡面一樣一幅 OK,一幅 按確定 那假設我今天的那個邏輯判斷 不算是合格不合格的話 那我的邏輯 就是平均成績 一、二 如果大於等於 所以特別說 大於等於的話 你就直接打在那個格子裡面 打大於等於 兩個一起打 大於等於60 這個是他可以接受的 大於等於60 OK,等於60的話 那就是合格 反之就是不合格 所以我就把那個合格 輸入 然後 反之就是不合格 OK 不合格 好,這樣子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這 跟剛剛有講過類似 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 就可以直接 把那個合格不合格 給做出來了 應該這個很簡單 合格不合格 但是 做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呢 如果我今天 把那個綜合評定部分 居然這個地方 換一個 也許是我要判斷的 不是合格不合格 這麼單純 而是要判斷什麼呢 多重 所以這裡 也許你把這邊 藍和名稱加一下 叫多重 好 那這個多重的 邏輯就是我剛剛講的 A B C D A是大於等於80 B 大於等於70 C大於等於60 反之剩下就是D了 那這個地方 我怎麼利用IF來做 我想工作裡面用IF 兩重的邏輯很單純 但是可是 工作裡面很多是很複雜 不只一重 不只剛剛那樣 就合格不合格 還有 中間還有細分的 那如果你要細分怎麼做呢 如果不會 那你就要用眼睛看 眼睛看 當然不是很OK的 所以如果你要多重的話 特別注意 其實IF裡面還可以再加IF 所以 這個多重的話 應該有四個 A B C D 所以你可以用到 三個一幅 那三個一幅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那個 在我們的講義裡面也有 就是 看到多重邏輯有沒有看到 就這一串 OK 這一串就是答案 不過 如果你這一串 多重邏輯要自己打在 公式裡面沒有錯 還真的不是很簡單 對不對 像剛好同學問到 如果自己打公式 不用插入函數那個視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缺點是 比較容易出錯 我最後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我們 要做這個多重邏輯 要怎麼完成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知道邏輯啦 A B C D 那第一個 你要怎麼去判斷 那個有四種 第一個一樣 插入函數 然後邏輯的話 我要先判斷A 從上面判到下來 邏輯是第一個 如果它的成績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80 那它是A 對不對 沒問題 反支 就FALSE 下面這個 第三個格子 OK 這個第三個格子 關鍵在這裡 怎麼辦呢 還有 B C D 三個 可是它一個格子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 記得喔 關鍵在這裡 油標放這邊 如果你還要再加 第二個一幅在這裡的話 請注意喔 請你注意到上面這邊 下拉清單 點擊這裡 OK 那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再 一幅裡面 再加一幅 也就是說 我剩下要判斷的 B C D 那我就 油標放在第三個格子 再按一下前面這個一幅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它又重新起一個新的邏輯 那我就知道 B是什麼 它的那個 成績如果大於等於 70分的話 那是B 剩下的 還有C跟D 那我是不是 還要再做一個一幅 所以啊 如果還要再做一個一幅的話 很簡單 油標一樣放這裡 再去點擊這邊一個一幅 點它一下 然後呢 邏輯就剩下的 這個成績 如果 大於等於 60分的話 那我就是C 剩下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D了 OK 那你會發現 這一串 它就全部幫你打完 那如果你用 你沒有用視窗來做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說 從頭到尾要打正確 還要注意很多細節 像那個刮鬍 如果刮鬍少一個 前面有幾個 後面就要有幾個 前刮鬍 最後刮鬍 所以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不需要注意那麼多 你只要注意什麼 把油標放在最下面那個 再點前面這個一幅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我先自中一下 向下填滿 有沒有發現 A C D A 自動在哪裡判到完 理論應該是沒錯 60分的是C 80分的是A 70分的是B 不及格的是D OK 那這個是所謂的多重判斷 那在IF裡面 它最多允許有七個IF 七重 你最多只能做七重 那超過的話 你可能要另外再做邏輯 不過理論上 做個七重也未免已經太複雜了 應該也暫時足夠了 如果不足的話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可能要自己寫程式 OK 試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主要用IF 做了合格不合格 跟那個A B C D 的這樣邏輯 應該沒問題吧 試一下 主要是熟練度的問題 把那個IF裡面再插入IF 試一下 這個是有關多重邏輯的這個說明 那等一下的話 如果這一題完成的話 再切到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的第一題 這邊有一個 所謂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這個增減體重百分比 我們待會再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多重邏輯部分 試一下